大家好,歡迎來到這張Transported Life的頻道 我是版主Tony 今天就和大家來到荃灣,這裏是漁心廣場 漁心廣場這裏是荃灣西站的一條孖寶 一條孖寶的區內線 我們今天先說這條234A線 234A在九十年代初,應該是九三、九四年開 由荃灣碼頭去浪翠園 當年開已經是全空調 今集是獨市系列的第七集 第七集是深井浪翠園 浪翠園那一期,我又這樣說 如果你說對九十年代初的大型屋苑來說 這個屋苑又認真,又認真是小 小,所以自然又想做豪華巴士服務 那班人又住近海,應該都相當有些錢 大人又不多 所以又去不了開一些雙層巴士給他們 開一些單層冷氣巴給他們 那就是234A 當年青山公路還未擴建 在京九卷那一段 所以就走了屯門公路 以一個較為突快的服務 就去服務這班浪翠園的居民 也順帶想升級那些 當年青山公路的深井的村民客 一會兒我們再說 三十四公路的歷史 即是二、三、四公路的歷史 這條線一直都在做一個 我想其實當初這條市一開 其實是做一個叫做 真是做村巴生意的 真是其實都很純粹想做村巴生意的 當然,村巴生意得來 又好想吃一班深井那一帶的居民 就有突快的空調服務 兩樣東西做,但最主要都是做村巴 所以也是一個獨市系列的第七集 就是浪翠園 這條孖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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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很特別的 即是又是一條孖寶的路線 那到底 今天我們搭這條孖寶的路線 它的客戀又如何呢 我們一會兒就看看 好了,預計是三點乘二開車 那我就...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聯合班次 現在應該是二十分鐘一班車 我相信應該是卡拉的 即是十分鐘就應該會聯合班次 除了浪翠園這段位之外 其他路段呢 它有一個很大的敵人 就是小巴 96號系的小巴 尤其是96 Boy 96 Boy 在做荃灣跟它深井 青龍 深井那段 丁九那段 那些生意 真是跟它一路爭的 跟它一路爭吃 到底爭吃成不成功呢 大家一會兒有眼看 通常歷介都告訴你 短途線呢 就沒什麼好處的 那阿Boy便來了 對小巴巴都魔教了 最近還要八個車 然後準備慾셋才84います 三點乘二 廣告 現在是二十分鐘一班車 等班車進入全外溪鐵路站 開往浪費軟 中途將有廣播提示各位常客下車 祝各位旅途愉快 排檔是愛河河 The next stop is title mode 下一站是大河道 電往浪費 電 vient要緊射 電鑼貼墨 加速 電線上 電線上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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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